血流上的斑块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首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管 想象成家里的水管 如果长时间不用 是不是很容易藏污纳垢 水流也比较小呢 血管也是一样 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 脂肪 胆固醇和其他物质逐渐的堆积 在血管内部会出现小的凸起 也就是斑块 影响我们的血流速度 斑块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一开始可能很小 不容易察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斑块就会逐渐的变大 这些斑块不仅会让血流变慢 还可能会越来越大 让血管变得狭窄 增加心梗 脑梗的风险 并且如果斑块破裂 我们血液中的血小板和凝血因子 就会像消防员一样 迅速赶来 修补伤口 但是有时候他们修补的过滤积极 反而形成了血栓 血栓就像一块大石头 挡在血管里 让血流变得非常的困难 轻的话可能会影响局部的血液供应 比如说疼痛 麻木 严重的话 血栓可能会完全堵住血管 让重要的器官缺血 甚至坏死 非常危险 比如心肌梗死 脑促中等等 更可怕的是 血栓还可能会脱落 随着血液流动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静脉血栓 脱落导致肺栓塞 我们有很多方法 可以预防斑块和血栓的形成 比如做久了可以站起来走走 活动活动身体 饮食上少吃高脂肪 高胆固醇和高糖的食物 减少血栓的风险 只要我们用心做好日常管理 斑块和血栓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